随着最近这些年,国际总体局势发生了巨大改变,我们国家的经济发展业呈现了快速发展向上的趋势。 除了网络经济的发展,产品和市场发展也随之发生变化,短短几年时间就发生了翻天覆地般的巨大变化。 而随之这些变化和发展的有效进行之时,我们国家也随之不断地催生了各种无数的产品和产业。 就比如说,随着网络文化的不断发展,与电子产业相关的产品和行业也不断随之涌现出来。 到如今绝大多数岗位都实现了电子化管理,在相当大的程度上解放了大多数劳动力。 而近几年发展的这些产业之中,有很多在现如今已经登上了国际市场的前沿,给我们国家提供了不小的经济支持,因为我们的国家经济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然而,这样高速的发展,不仅仅带来的是有利的一面。 今天我们就通过这个视频好好地跟大家聊一聊,高速发展下,我们的生活有了什么改变? 你认为未来中国发展的会更好吗?如果你认为会,请在评论区中打上会。 那么这其中究竟有什么不为人知的事情呢? 接下来就让我们走进今天的故事一探究竟吧。 新来的朋友可以长按点赞加关注,创作不易,感谢支持。 俗话说得好,事情不能单单地看表面,无论是多么好的事情,都一定有负面的影响。 所有东西都有着一定的双面性,对立性。 这样高迅速的发展所带来的必定是一把双刃剑,有利也有弊。 所以我们就在这迅速发展的过程当中逐渐地发现了,其中的一些不符合并且不利于发展有效进行的模式。 甚至在这些日子以来,这样的情况越发地严重起来。 并且随着网络肃清的开始,不断有资本冒出头来,显现出了他们真正的面目。 而这种资本正是我们难以容忍的,所以这一点确实是需要去打压的。 面对市场的不断调整和产业的不断调整,足以看出我们对资本的痛恶。 而就在这一系列资本冒出头的时候,我们发现了一个令我们十分熟悉而惊讶的名字,那就是阿里巴巴和阿里集团的创始人马云。 我们从前一直仅称马云为马爸爸。 如果经常阅读官方媒体发表的新闻,观众就可以知道,就在今年,官方媒体暴露了一系列关于马云的恶行,不断触手警告和指责马云的所作所为。 那么马云究竟是做了什么才导致官方媒体出售警告呢? 而马云又暴露出怎样的资本野心? 其实说起来,马云的一些人生经历我们很多人都十分熟悉。 毕竟马云在我们国家,那甚至在国际上的知名度都很高,尤其是对一些想从事创业的商人来说, 这些人在一定程度上对马云的创业经历了如指掌,甚至还有很多人拿马云的经历来教育孩子。 可以说,在马云这些事情没有暴露出来的时候,马云在我们心里一直是一个仿若神底的角色, 然而就在最近几年,一切都改变了。 其实要说,影响力最大的,人们最关注的一件事,莫过于马云和赵薇的关系。 我们都知道,赵薇因为涉及到一些有损国家利益的事情,而导致被悄无声息地封杀了。 而和赵薇关系相当密切的马云自然也难逃联系。 通过赵薇的事情,我们顺藤摸瓜了解到马云以及阿里巴巴这些事情。 就比如说在2017年的演讲之时,马云当时声称自己支持集团员工采用996工作方式, 并且马云还表示,这样的方式应该实行于每一个工作的年轻人。 可以见得马云对996工作方式的肯定和支持,然而这样的工作方式遭遭了社会一众人士的责骂和不理解。 而如今看来,其实早在那个时候,马云资本家的面目就已经暴露无遗了。 毕竟,如果了解过这个所谓996工作制的人都会感叹,这个工作制对于员工的压榨,简直是一个极其不人道的工作制度。 对于公司员工来说,可以说是极其不人道,而且毫无利处的。 然而如果我们反观受益人的话就会发现,如果这个工作制实行开来,那么受益最多的就是公司的最高层领导,也就是马云。 也就是说996工作制,完完全全的就是一个资本家压榨员工的工作制度。 除此之外,在之前阿里巴巴旗下蚂蚁金服就曾被停止上市。 也正是由于国家发现了马云的背后真正的野心,因为这个所谓的蚂蚁金服简直可以说是非常令人不齿的存在。 而蚂蚁金服主要推出的产品其实就是我们熟知的花呗和借呗。 而如果用过这两个产品的人应该知道,其实这两个产品无非就是变相的贷款,而这个贷款一开始看上去确实对用户有利。 然而实际上你会发现,这几个软件真正的受益人其实只有企业自己。 毕竟,如果用户使用软件的话,其实就是借用了企业公司的软件。 如果你马上偿还的话,也无非就是将原本的钱还给了企业。 而你如果不马上还的话,最后它就会利滚利。 你说需要偿还的金额会随着时间不断地增加,所以说对他们企业简直是绝对有利的。 虽然在一定程度上它确实方便了用户一定的需要, 但如果仔细思考一番就会发现,一旦这种产品大规模地开始使用的时候, 就很容易造成严重的金融危机。 而且马云的手段不单单于此, 马云还将目光放在了我们国家的社团团购生鲜市场上。 而且阿里集团的业务在如今看来, 简直可以说是涉及到了各行各业之中相当广泛。 如果任由阿里集团进入社区生鲜市场的话, 那必然会造成大规模的垄断现象。 而无论是蚂蚁金服还是对于社区市场的垄断, 对马云和阿里集团来说, 基本上都是百利而无一害的。 而这自然将马云作为资本家的野心显现得淋漓尽致。 而马云的这些动作自然是被国家看在眼里, 国家也自然不可能任由马云这么放肆下去。 于是乎,面对马云的种种行为, 国家及其相关部门即使做出了阻止, 就连官方媒体下场严重批评了马云的不当行为。 央视更是指责马云并对他做出了严厉批评, 甚至还劝阻马云不要继续执迷不悟下去。 要知道在前几年的时候, 央视对于马云的报道绝大多数都是赞扬的, 而仅仅几年过去了, 从原先的赞扬到如今的批评和劝阻, 我们自然不能看出马云的野心简直可以说是越来越暴露, 且越来越大了。 然而从前的马云虽然野心依旧, 但面对大众的时候还是表现得很淡薄, 就比如马云曾经说过自己对钱并不感兴趣, 然而马云这种种作为简直是打了自己的脸, 而且甚至可以说马云自己的钱简直可以说是毫无人性, 就比如说马云在海外的豪华资产的数量就令人目瞪口呆, 其实如果了解过赵薇的海外资产都令人相当的吃惊, 然而要知道赵薇的海外资产大多数都是跟随着马云的补法积累的, 甚至他的海外资产在马云的资产面前简直可以说是汗牛冲动不置一体。 而马云最著名的一栋房子, 要说是在香港的最顶级富豪区的一栋房子。 当时马云购入这所房子的时候, 甚至都创造了当时单所房子豪宅的世界第二贵的单价记录。 然而,哪怕是如此昂贵的房子, 在马云眼里也并没有什么不同, 甚至到如今为止, 这所房子也鲜少有人居住。 除此之外, 马云仅仅在新西兰的房子总价值在一起, 就已经超过了两亿的数额, 而豪华游艇甚至出行用的飞机更是数不胜数。 当然,除了豪车和房产这些资产外, 马云在海外还有三个特别的身份, 其中这几个身份之一就包括联合国数字合作高级别小组联合主席。 这个身份可以说, 如果马云要召开小组会议的话, 连联合国秘书长都要参加, 由此可见这个身份的特殊之处。 而且在商业巨头之中, 只有马云拥有这样的身份。 除此之外, 另外两个身份也和联合国有着密切相关, 就比如说, 马云还是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的目标倡导者, 以及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 青年创业和小企业特别顾问, 在一定程度上, 可以相当于联合国秘书长的位置。 甚至马云还拥有一张联合国发的特别通行证, 拥有了很多特别的权利和方便, 而联合国能先给作为唯一中国企业的马云和阿里集团, 就是看中了马云的影响力。 然而通过之前我们所说的种种行为, 可以看出马云已经越来越在意这种利益的驱使下, 忘乎所以, 早就与自己曾经说过的话背道而驰, 甚至在这些越先越深, 逐渐暴露出资本家的野心和丑恶嘴脸。 而面对如今的这种境地, 也可以说得上是一句自作自受了。 而说到马云的成就, 其实有很多人把马云神话了, 而在人民网上曾经评论了一句十分一针见血的话, 不是时代离不开马云, 而是马云离不开时代。 马云所谓的成功, 始终离不开时代创造出来的机遇, 可以说如果离开了这个时代, 就不会出现马云的存在。 所以说不是人才造就时代, 而是时代造就人才才对, 这也时刻警戒了我们, 只有紧跟着时代和国家的步伐, 才可以遇到真正的机遇。 而如果反其道而行之, 必定是不可取的, 这需要我们时刻警戒。 看完本期视频, 你有什么看法? 欢迎留言评论, 关注我, 下期更精彩。 谢谢大家。